通常说到南部的套屏处 大家就会很好奇 既然它的楼层这么多 你格局要怎么分配 套屏处呢 我们这边是 电梯跟楼梯刚好在之中 那分层左右两侧 那前面是我们的客厅 对 然后玄关 那边玄关这么大 是啊 很特殊吧 然后后面是我们的厨房跟餐厅 OK 那一楼是我们的车库 那再来呢 三楼是我们的男孩房 然后后面是我们的这个 孝庆房 那四楼的话是女儿房 跟这个父母房 那五楼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佛堂 就是佛堂 是 但我刚看了一下 就是那一个可能真的就是 以男孩跟女孩这样来成家立业为主 所以他们的那个空间比较大 孝庆房跟这个父母房的空间 就稍微小一些 对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是一个套房的基本的配备嘛 当然 所以套屏处的好处 还蛮多的喔 嗯 来到台南呢 这个套屏做的比旋关 果然跟我在台北看的不一样 它二楼楼梯口一上来 这整个开阔的空间 这边都是旋关的空间吗 是 我们楼梯上来的第一个空间 就是旋关 那这个旋关呢 我们赋予它一个 大船入港的意象 那我们利用这个灯带的光影呢 呈现出这个大船的一个意象 所以它是船头进港的那个感觉 对不对 是 所以它是这个方向对不对 对 没错 是 船一定要往内开 前才会滚进来 了解… 那在这个灯光上面 我们用这个 其实它是淡蓝色的玻璃 那有海洋的意象 是 对 因为光打下去的关系 所以它衬托出这个一个光带 非常的明显 OK 既然呢 这个玄关这么大的一个端节墙面 视觉的效果 我们是用大船入港的概念 来营造的话 那么大家一定很好奇 很想知道天花板该怎么做 才可以符合这个主题 是 在这里我们巧妙地 将这个天花板呢 设计了一个椭圆 就像一个卵形 卷云 你看 你知道上面有一个梁吗 有吗 有一个梁是横过中间的耶 对 我们用巧妙的手法呢 在这个梁上面做一个修饰 对 让它看不出是一只梁 然后搭配一个这个特殊的 像鱼形的这个灯具 搭配在其中 就有点像生生不息 鱼卵孵化生生不息的感觉 所以大船入港 要必须配合上 像这样子的海洋概念 才可以让玄关的那个主题 是完整的 对啊 好 那我想问 因为我现在往右边测证一看 电视主墙 那个蓝色的材质很特别 起来应该有海洋的意义 对不对 嗯 说对了 我们过去看看这个 OK 这个材质用的也很大胆